各位,这里有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讲话 在王毅访问西班牙时,在今年2024年2月18日 在跟他们开完会后的记者招来会上讲的一段话 这里有人找了他的英文版本出来,所以大家看看他的英文版本 他说中国是相信现在西方国家在推行的Lose Lose 双输的结果是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这里为什么我说很重要呢? 因为现在我们一直以来中国对这个描述 就是我们建议是双赢的Win-Win situation 希望和大家一起发展有钱,大家有钱赚 而相对双赢的对面就是我们叫做灵和游戏 就说你一边赢就另一边输,就是You win, I lose, I win, you lose 就是所谓的凌和游戏 但现在似乎王毅将这个凌和游戏又推多一步了 就认为是一个双输,指着西方国家的双输 他说出来有三个原因,跟大家看看这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国家在搞个令和游戏 其实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双输 因为目的是想减少对方的分量 而不是将市场做大 因为这样关门,想阻止别人的发展 结果就没有人得益 这是第一 第二,他说就是在做一些所谓的脱欧 或者是要减所谓的风险 其实是在切断我们一般工业的 或者商业上面的供应链 这个供应链一切断之后 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就是 small up with high fences 就是小圈高长的结构 这样叫做减低风险 而在这个竞争之中 不是使劲跑得更快 而是想办法是半倒他人 trip others 等别人跑完 这个就看来好像赢 其实实际上在长远的发展来说是输的 亦都对全球的发展和全球的范围是有负面影响的 第三个就是制造一些区域 比如欧洲国家 另一个就是全球的南方国家 分成一堆堆 分成一堆堆的就是搞小圈子 这个小圈子就会制造这些分裂分化 逼迫其他国家要靠边站 这个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国际力量 去对付一些我们要全部人一起努力去做的事情 包括譬如气候或者世界安全等等 我觉得这个这样的说法是相当之新荣 至少我是第一次从一个重要的中国领导人的口中 说出这个观念 而现在双赢的对面就不是零和游戏 双赢的对面是一个双输的场景 利用各种活法去善低别人 去阻止别人的发展 这个对全球来说当然是没有好处 而这个说法是没有好处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我们全人都是失败的 而在这些竞赛之中 我很多时候都说过 就是看你的市场大小 最终大市场那边 经济量大那边会赢的 现在我们已经见到 无论在G7相对于金钻国家 或者人口 或者就是亚洲这边相对于欧美加上 等等 我们已经见到整个经济最大的市场 就是来自现在亚洲这边 中国这边 再加上中国在非洲 是帮那些非洲人民可以脱贫 当非洲人民可以脱贫之后 非洲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在过去的殖民地侵略之下 非洲几百年来都完全没有发展 今次得到个发展机会之后 自然就会好像中国那样 上去之后 这个市场当然也都会是 和支持他们发展的国家 有直接关系 就是说是和 比如 亚洲基础基础银行 或者是一带一路 结果这个市场 亚洲加非洲 肯定大过欧洲加美洲 而美洲那边 南美也都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属于这个南方国家 整个市场合起来 肯定大过欧美的市场 那结果怎样呢 结果大家明白了 就是市场大那个 就会最后胜出 因此在现在这个时候 对欧美来说最好的政策 其实就不是搞这个双输政策 而是参与这个双赢政策 但很可惜西方政客 不会想到这点 因此我们继续看下去 相信几年之后 这些形势会越来越明显 而我觉得这一次 王毅在记者书上提出这个概念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双赢的对面 不再是宁和游戏 而是双输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离开架 之后 为什么 你